吃豆人乐高 六一儿童节刚刚出的 这个乐高我看到第一眼就觉得 这我必须拥有 吃豆人游戏最早是1980年 在街机上推出的 用一个大摇杆来控制 推出过非常非常多的联名 可能就是因为它颜色鲜艳 线条又简单 到现在它都没有过时 有一种经久不衰的时尚感 这次吃豆人和乐高的联名 让我非常的惊喜 我第一眼就觉得它太漂亮了 而且还原度非常的高 最重要的当然就是中间 显示游戏画面的屏幕 据说它是可以动的 就像之前乐高推出的NES一样 有机械结构能动起来的乐高 我觉得真的非常酷 一共有2651块砖块 不少哦 那么赶紧开始拼吧 实际人都垃圾桶 第一第二包是小百件 先做这个 棺材板盖上 它好圆 我好爱 可以 哎呀 赤豆人直接消失在我的衣服背景里了 我觉得赤豆人的明黄色特别好看 听我妈说黄色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颜色 也不知道为什么长大了就不太喜欢了 这个按钮可能是乐高玩具里面比较顺滑的一个了 这是百件正常放置的时候的状态 也就是吃豆人还有追捕你的两个小幽灵 当你按下按钮的时候 它就会转到背面 形式逆转了对不对 现在吃豆人已经可以去吃幽灵了 跟游戏里面设计的完全一样 这个特别精巧 我很喜欢 但是我机器还没有拼呢 赶紧来拼街机吧 像哆啦A梦的小元首 第一个白色按钮就已经做好了 为了还原那种接机上按钮按下去的手感 它这边加了一个小小的橡胶 这个零件也是在石头膏里面非常常见的 然后就可以实现这种效果了 这是吃豆人早期的设计风格 是不是现在看也依然有一种复古潮酷的感觉 现在操纵盘有了一个雏形 这样看它成品也不会特别大 到现在外壳部分已经有个样子了 从现在开始就要做履带了 把11个这样小小的零件连在一起 这么多 听这个我就感觉我的大拇指就应该先天长一块茧子 方便把它摁下去 给我下精神 这个零件一共要拼64个 真正的女工无惧重复 好了 装 这个就是吃豆人的固定迷宫 接下来的零件应该都是大零件 放上去 这个是印刷件 效果就很好了 比我贴的贴纸好 这是摇杆 插上摇杆 最后一个按钮 装上 最后还有一些小零件 是要拼里面的一个小彩蛋 小小的街机厅景观就完成啦 再盖上盖子 完成 整个拼装过程我大概一共花了七八个小时 主要的感觉就是挺费右手大拇指的 因为一直在往下按拼斗 吃豆人乐高给我的感觉就是它非常漂亮 而且非常结实 不容易掉零件 整体大小比我预想的要小一点 它的外观非常还原最早的吃豆人街机 一共有一二三四四张比较明显的贴纸 上面的形象呢就是吃豆人游戏最早的时候 它的吃豆人和幽灵的形象 那个时候还不是像现在这样如此简约抽象 吃豆人的街机最重要的控制方式就是中间这个大摇杆 因为你只需要控制吃豆人的上下左右就可以了 另外还有两个白色的按钮 代表的是开始游戏 在乐高上面最前面这个按钮呢是一个装饰用的 后面这个按钮可以按下去 这是头壁口的灯 还挺有仪式感的 然后来看最重要的可以动的迷宫地图 侧面有一个小把手可以转动 往前转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吃豆人已经在被追逐啦 不过它是一个固定的路线 转起来的时候 吃豆人正在被红色幽灵和粉色幽灵追逐 它们的名字分别是Blinky和Pinky 这个时候橙色的幽灵也就是Clyde 它是在窝里面还没有出发 右下角蓝色的那个幽灵叫做Inky 它是单独一个小鬼魂有单独的轨道 放在一起看的话就会觉得吃豆人正在被疯狂地追逐 中间这里还有一个小樱桃 如果你吃到它的话是可以加分的 但可惜我们的轨道上吃豆人不能够吃到它 右下角也有一个小樱桃在这里 它代表的是关卡名 这里应该代表的就是第一关 就是我们每个人可能都玩过的那一关 左下角还有两颗吃豆人 代表你还剩余几条命 其实吃豆人的游戏名面上有255关 每一关的迷宫地图都是一样的 不同的是游戏会改变吃豆人 还有追你的鬼魂它的速度 然后调节整体的难度 越往后就越难 真的很难有人可以通关吧 乐高的书上有介绍这个传说中的256关的情况 游戏的设计者其实从来没有想象过有人可以通关 所以他们并没有准备任何游戏通关的画面 而且由于当时的内存限制 其实游戏就没有办法在256关的时候 展现一个完整的迷宫地图的 所以第256关的右侧整个都是乱码 曾经吃豆人的最高分纪录保持者 声称他是靠自己的记忆去完成第256关的 但现在大家普遍都觉得他是个骗子 中间这片区域的豆子已经全都被吃豆人吃光了 哦 他还吃了一颗大的豆子 吃了以后你就可以 变成这种形态 形式逆转 你可以去吃鬼魂了 街机的背部也是可以打开的 这里有一个小把手 打开 拆开以后 可以看到他的机械结构 还蛮清楚的 重要的是这里面还藏了一个小小的彩蛋 这个小场景展现的是一个人 他正在投币 想要去玩吃豆人街机 他的身后还有一些其他的摆设 这个看形状应该是一个扭蛋机 他还穿了吃豆人的联名T恤 在里面 看来是死忠粉了 小街机也可以拿下来 这个太可爱了 侧面也是一样有贴纸 正面还加上了机身的下半部分 也有一个贴纸 中间有一个很可爱的 大的红色摇杆 中间也是用贴纸去表达了游戏的画面 啊 好可爱 好迷你 放回去吧 套娃街机 吃豆人游戏我觉得是像俄罗斯方块一样 有一个非常天才的设计的 它最厉害的地方就是这四个鬼魂的设计 可以说是早期游戏AI的教科书了 它用非常简单的逻辑就实现了 让四个鬼魂以不同的方式 非常聪明的去追逐你 让玩家感觉到压力山大 唯一遗憾的就是四个鬼魂的移动方向 你看 它并不是像游戏里一样 始终头是朝上的 但是也没有办法 摇杆能动的原理其实和按钮是一样的 它只是增加到了四个橡胶 非常简单有效的设计 这次的吃豆人乐高真的让我眼前一亮 我很喜欢 因为电子游戏会想要去模仿真实的物理 那么反过来用真实的机械结构 去还原电子游戏 我就觉得挺浪漫的 而且它又复古又新潮 其实这个才是我的最爱 很像指尖陀螺 我可以玩一下午 酷酷酷